中国大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小青率团访问纽约 美国广西总商会进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 特别在法拉圣热烈欢迎他们进地主之意 也希望双方透过交流一起来帮助广西家乡招商引资 促进商机和发展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中日明副总领事在场作陪 张主席率团来访问 就是给我们这个会介绍中国东盟 尤其是加工业方面的一些商机 会举行一个大型的一个像美国世界500强公司 向我们华人展示的一个介绍商机的一个活动 我们华人华侨在美国不但要在自己的社区发展得很好 建设构建好的一个和谐桥社 更重要的也是能够关心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祖国的发展 能够为这个建设出一份力 尽一份心 访问团团团长张晓清除了感谢乔包的盛情接待 并且强力介绍广西投资和商机 包括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并且也鼓励到广西旅游观光 投资新业创造互利双赢 现场互动热烈 纽约州参议员 在斯塔文斯基华人代表颁发感谢状给张晓清 欢迎访问团 在斯塔文斯基华人代表颁发感谢热烈